特别赞同的一句话 就我们邱校长说的 一流大学的底色就是本科教育 然后今天我们陈部长也在强调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也定位的特别准 他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给我们老师提出了一种要求 就是你这个 他既然是一个大学的底色 那么做底色 使我们就想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就是你需要踏踏实实的去做这件事 不能有功利心 不能有浮躁心 一定要埋头苦干 有这种宁静致远的这种横行 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既是一种表述 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要求 也是一种长期努力的一个目标 邱校长在最后说 虽然加强本科教育 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要这么这么做 这个就说明我们确实看到了 就是目前的把这个改革继续向前推动的 这个艰难的地方 我们不能只是这个顾标 我们顾本 而这个顾本的短时间内可能是见不到效益的 但是我们还要努力的去做 这个对于我这个在一线 在本科教育一线讲课十多年的教师来讲 感觉到是一个莫大的一个鼓舞 我还会继续努力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还是很有启发 而且开得特别的及时 里面像陈部长说到的就是要四个回归 比如说像回归常识 回归读书 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那作为老师来说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给大家布置一些有质量的阅读 同时我们也应该激发大家去自己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 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说英才师教也是特别特别重要 这个邱校长提到我们要打造有温度的校园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 而且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青年教师像我们可以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把每一个人的成长 每一个人的想法考虑进来 然后更好的促进我们的教学学 那么新华这一年课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精彩的 我上了很多特别精彩的课 然后收获了很多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 然后不仅是帮助本科生 树立更好的专业知识 然后更是老师会通过他们的人格去影响我们